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会长也是为了讨论 但是下午五点半的时候 我有收到吉利委员会的报告 这个报告认为我应该被开除 所以我也感谢吉利委员会的 总会长也把我当作是地人 在党内很少互动 甚至他认为我是对他最大的威胁 我的威胁性肯定是比他今天面对的法律更加重要 所以最近你可以看到总会长 只要任何一个人跟他有不同的意见在党内 他会形容他们成为第一 第一是要倒党摧毁党这些人 第二是黑班 所以四面埋伏他 马华的党员也成为领袖也成为黑班 第三呢就是很可能的也有一些党员 跟一些商人在外面勾结 利用他们的接受他们的钱 来推翻他 所以有种种的指责 今天的问题不是只是蔡西医生或者欧师姐 今天我们是谈到整个党 就是对我来讲 被开除或者被冻结 我的工作才正式的开始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是国政的第二个最大的成员党 但是自从党写到今天这十个月 我们也没有看到一个明确的党的方向 党员也心惶惶 自相的残杀 互相的质疑 甚至很多同志也把自己的同志当作敌人 甚至可以说内斗内行 外斗外行 我们党员的士气也非常的低落 所以今天我们谈的就是要怎么样来挽救整个党 所以我有信心很多马王的同志都是爱党 为了党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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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还不能够团结 团结 挽救整个党 我们可以看得到呢 马华是肯定被淘汰的 几个不显我们可以看到呢 我们并没有不能够因为华人的支持 所以不要一直怪其他的成年党 我们也要自我检讨 所以我们不应该让一个人来摧毁整个党 自我消灭 自我摧毁 所以不做任何一个决定或者行动是不是一个选择 所以我们唯一的方式就是来挽救这个党 也希望同志们有那种爱党的精神 来协助深圳地挽救整个党 而不要让一个人来摧毁了整个党 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才能够强化马华 强化国政 因为人民的支持 来协助大致我们讲这个全民的马来西亚以民为本 OK 华门的有什么要问呢 那是另外一个课程很长的 那个要几个钟头来谈的 这个记者招待会只是针对几列委员会所做出的建议 另外呢是等另外一天 我们还没有正式坐下来讨论 我也没有说没有排除 我们党里面有很多资深的领袖 他们都会提出种种的建议 我还没有正式被通知会长理事会的决定 如果有呢 如果有我们才来考虑 我认为我比较轻松 自从今年的三月 有一些人就是不断的利用这个几列委员会来恐吓我 来威胁我 所以我也感到高兴终于几列委员会做出决定 这个是有党员去评论不是有我 我身为一个爱党的人 我当然尊重几列委员会也感谢他们 对于是 你觉得这些预募 会提出呢 对于是 如果你认为这些预募 会提出的 我认为是否有一个决定的决定 会把这些决定的决定 和解决定 可能我说 总理我认为我一套 他认为我一套 他认为我一套 他能拥得更好 他能够睡觉 更好 和我认为 你会看到这些 结束的功夫 在你的MCA? 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不是很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刚才不是讲得很清楚 讲讲讲多的你没有听到 所以你才紧张 我说我们不可以让一个人来吹回答 你还不明白吗